记者金山松报道 大化国安,防线骚操作突显干发四年二崩盘,争贵海太难揭秘大连下半城爆发三点密集宝击剑鼠光器与足鞋杯,还有七轮连赛,大连一方的积分已经达到了29分,距离中超传统的宝击分数线,只有三分的距离,可以说,大连一方最终宝击成功已经无太大一百, 于是,外界认为,大连一方现在到了该市当转移和增加目标的时刻,和山东鲁能的足鞋杯班决赛,似乎,不再是宝击路上的累赘,宝击这件曙光,一方已有精力分身足鞋杯事件很多时,变化快递让人无法适应,对于主场队镇上海生华的这场比赛,在很久以前,就被很多人盯上,那时候因为球队疲于分命,狼狈不堪, 而大连一方的总经理周军,以及后来加盟的助理教练唐田、刘鹏等都曾经效力于申华,因此人们总是会有一些暧昧的想法,也顺理成招地认为一方会对申华有所祈求,然而事实上,一方在连赛下半段等然崛起,本场连固制战前,一方只比申华少一分,而且竞技状态明显超越士气低迷的申华, 最终2比1的比分,也真实反映了两队目前的实力和状态,在这场比赛中,大连一方并没有多少优势,如果不是,穆谢奎的两次胜门得手,尤其是在第85分中的那角神仙球, 这场比赛,对于一方来说,可能最恰当的结果应该是一场平局,赛后,一方主教练数次次二也说,上半场我们没有领先时,球队踢得还不错,但领先后,整个队伍就松散下来了,虽然中场时比分是1比0, 但下半场对手发起反击,在很短时间内就搬平了比分,我们是凭借运气,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,此战过后,大连一方已经获得了足场五连胜, 对于大连足球来说,上一个顶级联赛五连胜,还是在2006年的大连时的,如今,时间已经过去了12年,大连足球在这12年间,经历了足球所能经历到的一切苦辣酸甜,但即使有了五连胜,就能说喜悦荣耀的大连足球回归了吗? 在如今网络发达,自媒体泛滥的时代,网络键盘侠很多,他们的共同特点,就是便利这块轻松超越山剧,大连一方赢了伤害身环之后,网络上就是一片肉麻吹捧之声, 其实,踢球的还是那些人,主教练银一人是舒斯特尔,此前,被骂的狗血喷头的是他们,如今,也还是他们, 大连一方在联赛下半场爆发的原因,主要有三点,第一就是主教练舒斯特尔和队员们通过磨合,逐渐找准了球队的脉搏,尤其用好了另类木屑回,第二就是夏季转会租进来了前生,这名队员的能量不光是在场上,还体现在休息室甚至队员日常休闲,重,他是一名有着巨大精神影响力的球员,第三点,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,就是球队的外部环境明显,发生了惊天巨变,此前大连一方其实也有过几场与胜利或者平局师之交比的比赛,那都是外部环境受困所致, 大连地方媒体也曾经多次为球队叫去喊冤,到了连赛下半城,球队的外部环境,竟然,被打理得顺畅无比,球队也在不用生气此前的那种斗罗之心,这三点, 才是大连一方快速回升的真正原因,手里有了筹码,心思当然要活动一下,有了机会,当然要试试, 舒斯特尔说,现在离下周二还有几天的时间,我们可以充分休息几天,再全力去拼足鞋杯的比赛,对于足鞋杯,我们会认真对待,可能之前有些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好, 但现在球队状态很好,相信到连赛结束时,我们的状态都能这样保持下去 谢谢大家